各位投资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选股so easy 我是路易斯 今天的大盘指数 一样上下震荡洗刷为主 中场上涨了13点 涨幅来到了0.12% 成交的是1859亿 收在11548的位置 各位投资朋友们记得吗 之前这一波拉回之际 来到月圈附近 小鹿提醒大家 这个地方其实你应该思考的是 拉回是满一点的逻辑 结果这个地方收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虽然隔天补链跟黑K棒 不过再隔天也补了一根200点的红K棒 直接把这根黑K吃掉 近期来讲 继续慢慢的往上推 继续慢慢往上推 今天来看的话 又全部重回所有均线之上 代表说行情这地方自然就是 向上推升的力道是比较强烈的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台币有够强 我们台币有够强 目前来看的话是29.655 持续守在30价位关卡之上 所以代表说这个地方 目前资金是具备有动能的 那资金如果有动能的状况之下 当然就往上推的机率是比较高啰 那目前看指数方面 其实就在右上角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现阶段来讲的话 各位投资者会发现 盘面的类股资金 基本上都被生技族群吸走了 对不对 对吧 我们等一下透过这个类股资金流通的部分 可以带各位同学来观察到这个重点 这也是小路近期一直提醒大家的 目前的资金流向的部分 盘子的地方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盘面的架构的部分 上涨加速高达615加 涨停加速也有29加 又是一个生技族群 再度占领整个盘面的一个状况 那OTC指数的部分 今天来讲的话 开高走高收在最高点的位置 这个地方再创波段新高 这个黑K灌下很可怕 高档出现爆量的黑K 创新高了 各位又创新高了 所以这地方OTC 基本上内资主力非常积极 在买超的状况之下 投信基本上也非常积极在卡位 一路往上喷 月线连只有这地方有测试一下 只有这一天有测试一下月线 基本上都没有回测到月线附近位置 就继续往上喷 所以代表说内资主力这个地方的操作 其实是非常非常积极的 那基本上就是往上看的一个格局 上涨加速高达564加 涨停加速 26加基本上一样是生技族群 带领整个盘式的一个 内股轮动的状况出现 那盘这地方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筹码的部分 今天可以看到外资的一个现货 还是维持买盘 买超过22.5亿 期货部分小度做加仓 加仓大概1000多口 来到32915口的水位 把两个回来买 融资居小度做增加 很多投资者会发现融资都在增加 小鹿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到货的可能 各位你可以去思考一个逻辑 之前大盘在万点之上的时候 融资基本上都是在1500亿 甚至是2000亿左右 目前的融资大概只有1200亿 代表说融资目前的余额还不够高 也就是它没有什么杀盘的力道 所以现今来讲的话 包含我们刚刚跟各位投资提及的台币的部分 我们提及的像是融资的部分 我们提及的外资的筹码 现货的部分 以及均线的部分 代表说目前的行情就是一个多方思维 综合上述小鹿所论就是一个多方思维 所以小鹿才会邀请大家趁他拉回机 请你站在买方 真的请你站在买方 这是比较安全比较正确的操作 那类股资金流向 钱到底都流到哪些类股去了 当然投资者们都知道近期的最强势的就是生计 这不用讲就是生计 这里有个比重差 我们看比重差的部分 一样又是生计跟生计医疗 这地方再度占领了整个市场的资金 小鹿提醒过大家 市场的资金只有一套 这一套资金基本上会跟随 目前的一个盘面的大主流来去做一个操作 像目前盘面的主流就是生计 这生计每天都在标 每天都在标 不管它到底是不是防疫概念的 现在好像只要沾到生计的题材 有一点小小的概念基本上就可以喷了 这地方基本上大家都在炒一个叫做本梦笔 大家都在炒本梦笔在做梦 做梦行情 做梦行情基本上小鹿还是建议大家踏实一点 踏实一点 像这样的个股你敢做吗 举个例子 高端疫苗 好我们举高端疫苗好了 开盘开D一路往上公共会涨平板 最终又撒回到平盘 又往上拉最终收在3% 各位盘中你会不会吓死 这盘中你肯定吓死 你肯定是吓死的 为什么 因为是阻力在控的股票 阻力在控的股票 再来高端疫苗它5月份的营收 只有18.3万块台币 各位18万块的台币 119块的股价 不是在做梦吗 如果后续它的试剂 或者是它的药品没有通过解盲 解盲失败的话 那股票会怎么走 无量跌停的话 你要怎么走 OK 所以这样还是提醒大家 我们还是扎实一点 目前之前小鹿知道真的在生计 这没有什么疑论 就是在生计 不过我们不妨把目光聚焦在于 有一些基本面 很好的基本面有题材 法人正在积极索满的股股 你来说墓局 基本上你不是抱得比较安心 比较安全吗 小鹿在代旋的过程当中 小鹿特别强调一点 控制风险追求合理的报酬 我们不会去操作非常投机的生计股 当然我们今天有操作一档 我们操作一档 类防疫概念股 类防疫概念股 等下跟各位同志做一个说明跟暗示了 目前来看的话 你金融这个地方 或者是半导体身在电子部分 基本上它的一个比重 它是比较熄火的 类鼓涨跌幅的部分来看的话 电子半导体今天还算相对强势 金融保险的部分基本上 就在扯后头 都在跌了0.64个百分点 当然今天是台积电的除全息 不过开盘两分钟就填息了 开盘两分钟填息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这没有什么问题 这盘还在就往上走 让你看今天的一个精选报价的部分 好 看今天强势股的部分 那今天强势股部分来看的话 排行榜又是什么 是不是生气 对吧 举个例子 像是亚诺法 像是美德医疗又来了 像是和氏也上来 还有已经扩及到一些什么 一些诊断用的医疗材料 像安克 进阶也是一样 进阶也是一样 这都要往上飙 好 金国光 这是光学镜头 金国钢 哇 那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ABC也上去 南光 南光好像两天涨停满对不对 它算是少数比较有营收的了 算是少数比较有营收的 那信国充泰华瀚 华瀚也上来了 工业电脑 台宝客也很强 各位今天排面是不是有个消息面 台宝客很强吗 惠特是两天半 因为迷你LED 金电 金电要跟隆达做合并 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控股公司 所以就像迷你LED这地方 他们合并起来的重效 就值得头中的来做期待 那基本上市场就是点火 其他两支LED概念股 像是在惠特 像在台宝客的部分 就很明显的反而进来做点火 那基本上就是涨停锁死的一个好表现 不过像这样的购物 等下也都有一定的涨幅 基本上头中我在操作 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你的持股风险 那游戏股部分 像是3293的星象 基本上它的基本面非常非常好 月印凶年资争率是高达74个百分点 外一支头型今天进来买单 整体来说创造历史新高 涨停锁死的好表现 不过前面也是震荡非常剧烈 也有洗下来过 所以这场购物基本上 股性稍微来说会稍微洗一点 不过好股票 基本上你给一点时间 空间那弱势股部分 那短线有些涨多 或者是比较震荡剧烈的 像是四指 昨天还是前天赵子是不是很强 对吗 这是四指 阵龙 阵龙今天强哦 阵龙今天相对强哦 为什么相对强 你昨天或前天 有来看小路的影音 我就跟你报告过了 因为阵龙的筹码明显好于四指 1909融成也相对强哦 OK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赵子类股你会留意 小路你可以留意 但是你要留意的是基本面 好或者是营收非常非常好 有把人锁满了 比较安全了 那短线来讲 有些震荡比较剧烈的一些防疫概念股 像台康生计像是在 哇 其他的有些震荡也很大 台康生计算是今天比较明显的 一个拉回的一档生计股 其他来看的话都还好 还OK 台幼也是一样 有点拉回 台幼有点拉回 那之前说 今天盘价格还OK 所以头上总在这个弱势股 没有看到明显 比较跌幅比较深的个股 比较少 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 它的盘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 那小时候刚刚是不是提醒过大家 我要跟各位暗示 我们布局了什么样的一个精选股 我们布局了什么样的防疫概念股 对吧 如果说有一档个股 各位也去思考 如果有一档个股 它的三率是三升的 什么三率 毛利率 净利率 营业利率 全部都往上跳 Q1的财报 全部都往上跳 营收一样往上升 营收往上升 而且今年的EPS上看9块钱 上看9块钱 平台正在整理 法人有在琢磨 法人有在琢磨 军线也转为多方的排列 多方架构 随时点火就会往上冲 这样的个股 就是我们今天布局的个股 它切入了新冠肺炎 有可能的解药 奎宁 签过奎宁这个解药 有题材 营收到亮眼的状况之下 这就是符合小鹿逻辑的个股 我就会带领我们的学员 进场做布局 我就带你学员进场做布局 所以目前看的话还OK 整体来说格局都没有打坏 随时有机会点火上去 随时有机会点火上去 所以小鹿邀请大家 你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 你现阶段不知道该怎么选股的 小鹿欢迎你加入我们 我欢迎你加入我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精选学员的一些持股上的问题 我们有精选学员问到6456的GIS GIS怎么看待 其实GIS的营收不错 它有在拉抬 不过你真正它营收大爆发 基本上是在七八九月 甚至在下半年的部分 最主要这个地方 它说是全贴合的一个技术 贴合的技术 面板贴合技术来讲 GIS其实是不错的 其实是不错的 投信有在调节 而且这卖的量也不少 外资的筹码没有大幅度溃散 不过也没有非常的集中 整体来说这场个股 基本上月线扣顶扣在这个位置 明天就会往上扣 也就是说如果这场个股要攻击的话 明天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明天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有机会往上拉抬 直接过月线 不过也是要反而进来点火才行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场个股其实中长线趋势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短线上这里 确实有点短线偏弱的一个状况出现 手稳这个平台的防守区间 小润为这地方其实本益比并不高 也有一定的成长动能 手稳这边有机会点火上去 有机会点火上去 如果你手上还持有6456的GIS的话 那你先防守这地方就OK了 回答向我们的系统化群组当中 投资好朋友一些持股上的问题 有同伴闻到的是6153 6153的加联益 好久没看到加联益 反正点火了 主力也买了 外资也来了 这场个股不错 低档转强 低档转强 不过他基本面就是不怎么样 他基本面其实不怎么样 这边是他的防守 这个区域没有跌破前 加联益全面看多 真的是全面看多 因为底部打得非常的漂亮 反而又竟然做点火 这样个股OK喔 低档转强 而低档转强你可以留意一下 4120来讲的话 有滑对不对 哇 这样个股也是真的我们在剧烈 而且比较偏向主力色彩的个股 这样个股反而都没什么在做 没什么在做 今天上冲下洗 说了这么长的上影线 这地方也是挑战到这个年线的反压 一样这里有个平台区间 没有跌破之前请你看多 因为均线告诉我们目前的讯号 就是一个多方讯号 多方架构 随时有机会继续往上走 不过这地方比较偏向主力色彩 基本上我会建议你 技术面操作即可 2392的震威 震威喔 震威这个地方其实也混很久 混了很久 外资有小度布局 不过量都不大 目前均线的架构 这个市已经转为多方趋势了 防守这个平台吧 这个平台守恶的地方 现在也觉得往上往上走 他目前的本益比真是很低 已经来到10倍了 已经来到10倍 这个地方来看 他是有点瓶盖股的题材 苹果往上推的话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有机会的 近期瓶盖股都有慢慢往上推的迹象 所以震威这个你可以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什么叫留意一下 你可以把市贷自选股 盘中有点火的状况 你可以进去切 你可以进去切 你可以留意一下 2392的震威还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6285的起姬 我记得之前也有学员们问过起姬六代 起姬的当头信都在卖 对不对 头信每天都在卖 外资没有筹码集中 主力也没有 到时候比较小度攀升而已 战歌舞基本上就是比较偏向 比较弱势 各位 他筹码后面真的是比较弱势 所以你真的想操作他的话 就是技术盟的操作 技术盟目前来看的话 这地方就是有一个底部形态出现 底部形态守稳的状况之下 6285的起姬 木能依然具备有多方的动能 不过你看他等一下 毕竟目前还是在月线之下 等待法人点火上到月线之上 他会是一个比较安全操作的标底 战队舞还OK 我还OK 他是一个5G的概念股 基本上是中横线还OK的一个状况 不过你真的要等他走强的话 你还留意一下什么时候 法人会进来做点火的动作 再来 4138的耀芽 这外资有买 同性有买 不过你别忘了 张数都非常非常的少 这边战歌本身张数就少了 这地方有个平台区间 平台没有破往上看 平台没有破往就往上看就OK了 张歌基本上 小龙苗做太多研究 张歌我们就基数面操作 基数面操作 没有跌破这区间状况之下 基本上可以向上来做一个留意 各位你还记得吗 我们昨天在我们影音当中 跟各位分享了一些个股跟族群 对不对 对吧 我们提到了什么 我们提到了被动元件 我们提到了智协概念股 最近有门戏 我们其实已经卡位了其中一档 今天就大涨 今天就大涨 当然恭喜我们的学员们 获利已经拉开 我获利拉开了 等待再拉开一点 再往上喷 我们再来跟所有的学员们来做报告 所以小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我们系统化的选股 搭配系统化的操作 长期来看 才能够追求合理的报酬 那我们今天的影音 就跟各位统统服务到这个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来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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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